去年我们评测过了笔记本的11代酷睿处理器 也就是Tiger Lake U 那个东西表现还行吧 四核可能有点可惜 但是谈不上拉垮 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我们拿到了台式机的11代酷睿Rocket Lake S 分别是i9-11900K i7-11700K和i5-11400 它们换掉了万年不变的Sky Lake内核 架构终于更新过了 然而制造工艺上依然沿用了经典的14nm 嘿嘿 那么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说实话不太行 不省在哪里呢? 请听我慢慢分析 这次的11代酷睿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终于把Sky Lake内核给换掉了 你算了多少年了 15年到今天挤了快6年牙膏了 桌面端总算换架构了 但说实说换架构 它换的还不是最新的 Rocket Lake S换的这个内核叫Cypress Cove 它其实是脱胎于前年Ice Lake上的Sunny Cove 而不是Tag Lake上的VeloCove 它比Tag Lake的内核差在哪里呢? 主要是L2的缓存稍微少了一点 不过比起Sky Lake还是要强的多了 英特尔说这一代的IPC提升有19% 我们实测了一下三种架构都跑4.0G 红屏性能11代确实是要比10代强出这么多的 这个架构改进上面英特尔确实没骗人 但是嘛 它的IPC还是不及认三 嘿嘿 反正就应对高频嘛 干就完事了 这次Rocket Lake芯片的频率可一点都不低 i9、i7还有我们没测到的i5 11600K 单核都上了5GHz 甚至这次英特尔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 叫ABT Adaptive Boost Technology 这功能就有点像AMD的PBO 能把i9从全核4.8G自动超频到全核5.1G 非常的吓人啊 但是这个ABT有一点坑 就是它是i9独占的 嘿嘿 这个i7和i5都不能用这个东西啊 反观隔壁的PBO全系都支持 哪一家更良心呢?搞瞎立判了吧 当然英特尔这一代也是有良心的东西 就是B560芯片组终于支持内存超频了 普通用户总算可以用高频调了 真不容易啊 不过这一代的内存其实和之前差别也是有点大的 内存控制器跟之前不一样了 英特尔这边也出现了分屏的情况 大概3600、3733左右 这个就是1比1的极限了 再往上超频就会分成1比2 延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一般来说推荐正常人最高用3600内存就差不多了 但是即便不分屏 我们只跑3600 这一代的内存延迟我们实测仍然要稍微高于上一代 Rocket Lake的另一个改进在于核显 众所周知 英特尔的UHD 630核显已经连续用了5、6年了吧 早该换了啊 笔记本上去年引入了96EU的XE核显 性能还算不错 台式机不需要这么强的核显 所以它砍到了32EU和24EU 变成了UHD 750和UHD 730 i9、i7、i5的高端型号全部都是UHD 750 只有最低单的i511400用了UHD 730 考虑到显卡大涨价大家都不愿意买这个显卡 所以现在这个核显居然意外的有点用了 那这几个核显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能不能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呢? 我们待会测一下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 Rocket Lake直连CPU的PCIe通道增加到了20条 核显支持AV1 支持Resizable BAR 显存直连 还引入了独立的AI单元 甚至还加入了AVX512的支持 听起来好像11代Crui还行啊 这么多改进对吧? 我告诉你啊 改进再多也架不住它最大的一个槽点 就是14nm制造工艺 这个新架构本来是给10nm设计的 现在因为10nm产能上来的太晚了 台式机这边又最好欺负 所以Intel就只能妥协一下 拿老工艺14nm工艺去造新架构 但是这样搞的话 电路都是要重新设计的呀 我能想象到它们的工程师并不轻松啊 但这并不能改变14nm拉垮的事实吧 就是因为用了14nm 导致这一代塞的各种新功能啊 新核显把这个核心面积撑得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已经塞不下10核了 太挤了 今年的i9只能做到8核 相比去年反而是一个倒退啊 并且这个赶压子上架的14nm方案在能耗比上面 呃 值得期待吧 多的我就不多说了 赶紧跑几个测试来看看吧 首先还是按照惯例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这次我们的主板用到了ROG最新的M13H 这一代的Z590主板你会发现用料是普遍比上一代强了一大截啊 我们的这一块M13H的供电甚至比上一代的F还要豪华 其他家的板子也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你从侧面就能看出来 今年的这个新CPU功耗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吧 散热器这次我们用了ROG的Strix 2代280水冷 配备了Aztec第7代的水泵 看一看它能不能震得住我们的11900K吧 内存用上了饮食名人堂新的Extreme的条子 32G我们设定在3600C16的频率上 硬盘是名人堂最新的PCIe 4.0 2TB固态 显卡ROG高达版Strix 3090 电源EVGA 2000W 一上来还是测试一下专业性的C4D渲染 先来看一下R20的表现吧 11900K单核确实够强 649的单核分甚至干掉了5800X 但是多核确实也要逊色一些 不到6000分没有打败5800X 更不用说自家上一代的10核10900K了 不过同核心数比较11代相比10代 在R20中都是有所提升的 R23的情况也是类似 同核心数比较11代确实相比10代有所进步 并且R23中11900K终于多核也打败5800X 开了ABT加速之后甚至能跑到16000分 当然有意所以 11900K比5800X还要贵上1000多块呢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真正有竞争力的11700K还是稍微逊色一点 但好在差距不大 这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我觉得是i5 11400 相比上一代有了明显的进步 R23跑上了1万分还算不错吧 再来看看Handbreak的视频转码 H.264和H.265的表现上一代的10900K仗着自己核多 还是能轻松干掉11900K 与此同时 综合性能更强的5800X也是可以干掉11900K的 我觉得这个11900K确实挺没排面的 不过这11700K因为同样有8个核倒是没落后多少 相比上一代的10700K转码确实要快一些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Adobe全家桶的性能 PS和Lightroom都是比较吃单核性能和内存带宽的应用 11代相比10代确实要有所进步 但是11900K默频仍然是干不过5800X的 唯一的转机是出现在特效软件AE当中 咱们的11700K和11900K终于是在AE当中双双干掉了5800X 相比自家的10代也都有大幅的提升 但是在剪辑软件PR当中 两代酷睿都不如5800X 达芬奇的测试11代酷睿的表现倒是不错 119700K也能强于5800X 综合看起来视频创作方面 这次11代酷睿的表现倒是还可以 和5800X打的是有来有回 这样的表现也是延续到了虚幻4当中 游戏开发方面 119700K的光照烘焙的用时 可以和5800X保持一致 119900K还能再更快一点 性能也还是不错的 游戏开发的话选11代U还可以 最后7Zip的压缩和解压测试 就完全是Ryzen的强项了 119900K不仅输给5800X 也输给10核的10900K 综合来看 我觉得11代酷睿的专业性能还算是情理之中 进步也确实是有的 有一些项目11700K也能追赶一下5800X 不过也都没什么明显优势就是了 那么作为臭打游戏的玩家 最关心的部分 11代酷睿的游戏性能又怎么样呢? 呃 这个就有点复杂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CSGO CSGO当中5800X 轻松获胜 而且快了不是一点点 11代酷睿确实要比上一代更强 但是强的幅度其实有限 就算开了ABT加速之后 11900K还是只能跑到670帧 远远追不上5800X 这里面反而是11400的表现还不错 相比10400有了较大的进步 不过这个提升也是拿更高的功耗换来的 下一个游戏卢阿露 这个就更加尴尬了 刚刚的CSGO里面好歹11代是正向提升的 结果卢阿露当中开倒车了 11900K甚至不敌10900K 11700K的表现也只能和10700K半斤八两 反正都要远远逊于5800X 很尴尬 我以为这个只是个例而已 结果Dota 2的表现也是这个样子的 11900K和11700K双双逊于上一代产品 更不用说5800X了 就算开了ABT都追不上 11代U里只有11400是比上一代更强的 守望先锋自然也是如此 11代I7和I9表现糟糕 再次开了倒车 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游戏的实时功耗 在性能不计的情况下 11代的游戏功耗反而比上一代更高了 这个真的是烂得可以 《彩虹6号围攻》也是一样的情况 12900K被10900K按在地上摩擦 好在这次的11700K没有拉开差距 比10700K稍微能强一些吧 但是这几个竞技游戏跑下来 没有一个游戏 12900K是能够哪怕接近5800X的 就算开了ABT加速飙到5.1G的高频 也不行 这哪太让人失望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跑了几个单技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均4中11代的表现稍微比之前的竞技网游好一点 好歹强于自家的10代U了 没那么丢人 但还是不敌5800X 而在奇坎2当中 咦咱们的英特尔终于有这么一个游戏 干掉了5800X 哎呀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但是奇坎2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英特尔的强项 如果我们纵向看的话 这11900K的表现还是没打过10900K 所以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这最后的城市天际线当中 11代U终于稍微争气了一回 全面领先时代的同时 11900K也打平了5800X 这个游戏表现整个测下来 已经不能用失望来形容了 真的是太烂了 尤其是高帧率的竞技游戏 11代酷睿全面落败了 好多游戏甚至都不如时代U 照理说这不应该啊 IPC都提升这么多了 为什么游戏一点涨进都没有呢? 你看隔壁Zen 3 怎么人家的游戏性能就能顺势增长了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就是内存和缓存 尤其是高帧率的竞技游戏 对于内存缓存的性能 延迟这些是非常敏感的 Zen 3在提升IPC的同时 对核心内部的连接方式做了优化 改善了缓存性能 让每个核心都能访问到巨大的L3 弥补了内存控制器的不足 这才带来了游戏性能的飞跃 而这代英特尔的Rocket Lake 实际上内存缓存方面是有较大瓶颈的 在前面的iDA64里 你也看到了 它的内存延迟相比上一代 其实还稍微倒退了一点 更大的问题是 11代的三级缓存居然比原来更慢了 读写速度低了不少 容量也依然只有上一代的16M 相比之下 Zen 3不仅L3的容量多了一倍 速度也要快得多 等于Rocket Lake这边IPC提升之后 内存缓存并没有跟进去做配合 造成了瓶颈 甚至这代内存超过3600之后 你们也看到了 还要分屏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 我有一个推测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Rocket Lake这个核心 是从笔记本那边搞过来的 它的内存控制器需要兼容笔记本的LPDDR4X内存 这种内存的频率非常高 必须得分屏才能保证稳定 这就带来了更大的延迟 而AMD那边的CPU是模块化设计的 台式机的Ryzen内存控制器和CPU 是两个核心分开放置的 这就给它更大的自由度 不会被笔记本的那些问题给影响的 理论上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大缓存来解决 但现实就是英特尔的Rocket Lake 它这个14nm的芯片已经太大了 实在是塞不下更多的缓存了 所以这11代酷睿的桌面板在架构设计上其实是有点畸形的 它的性能提升没有办法在游戏里完全发挥出来 11代酷睿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功耗 我们测了一下R23的功耗 11400甚至都能持平10700K了 甚至11700K更是比10900K十核的处理器还要高啊 这个能耗比根本没法和5800X竞争啊 最要命的是开了ABT加速之后 11900K的1.3V电压会直接飙到282W 封装功耗282W 这个时候你看温度已经可以接近90度了 也是蛮吓人的啊 如果不开ABT的话 11900K全默认的温度和10900K是半斤八两的 略微低于开了自动PBO的5800X 当然这些在AVX512面前都不算什么啊 我们也稍微试了一下AVX512 烤机一秒钟瞬间100度 然后立即开始降频到4.5G吧 好吧 行吧 长见识了啊 反正这一代就算i5 11400这种定位不高的CPU 也至少要用百元级风冷才能勉强压住啊 i7和i9我觉得你还是上水吧 默认或许240还能勉强压一下 如果开ABT的话 那就必须用360才行啊 不过说了这么多 听起来都像是11代酷睿的缺点 但其实它也是有优点的 就是这个核显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买不起显卡 我有核显 你没有 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我们实测了一下 这两个新的核显 UHD750和UHD730确实相比 老的UHD630有一些提升 但是和笔记本上的XE就比不了了 这个性能如果是玩一些依赖CPU的游戏 倒还是不错的 洛拉鲁打团的话 可以跑到接近中画质115帧吧 应该都是随便玩的水平了 CSGO最低画质也能有接近100帧 Dota 2也能跑到70-80帧左右吧 在买不到图显的时候 凑合一下也不是不行 但是守望先锋这种稍微压力大一点的游戏 就不太行了 必须降到720P才能获得一个可玩的帧率 GTA5也只能跑到40-50帧左右吧 体验并不能算很好 最后原神也是表现一般 1020P最低默认是没办法跑满60帧的 但是这个核显有一个牛逼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能超频 它的默频是1300Mbps 我们把它超频到了1700Mbps 电压加了0.33V Time Spy直接从680分涨到了870分 超频幅度已经接近30%了 这个分数已经接近GTX650Ti的性能了 超完频的核显甚至能在原神里跑到接近60帧 终于能比较流畅的玩意 如果你暂时不想买独显的话 拿这玩意儿应付应付倒也不是不可以 最后的最后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抄了一下CPU 尽管我准备了压缩机 这东西挺可怕的 待机温度甚至只有10几度 还想着要大干一场呢 但是这次的Rocky Lake依然是出厂灰烬 超频潜力其实不大 我们拿压缩机都只能干到全核5.3G 223得分最终能超到17000分 就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 11代桌面酷睿处理器表现还是不太行 尽管IBC确实有了提升 但是内存缓存上的限制 让它的游戏性能很难发挥出来 游戏玩家就直接不用考虑这一代的i7和i9了 i5倒是还行 价格给力可以考虑一下 专业性能11代或许确实能跟AMD一较高低 但是也只是半斤八两而已 最要命是它的功耗远远高于竞争对手 发热也一点都不小 对于玩家来说需要在电源和散热上投入更多的成本 这还没算上C590主板的大幅涨价呢 在我看来如果11700KF能干到2200左右的价格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一下 不然的话 你说上有5800X下有10700KF 我买哪个不比你划算呢 反正这11代桌面端妥妥就是一过渡屏嘛 年底很快又要上12代酷人Elder Lake 又要换新架构了 11代基本活不了多久了 笔记本那边马上又要上10nm的H45 现在桌面端这么拉垮 搞不好笔记本反干桌面端也不是不可能的 重现奔死时代了 行吧 那么视频做到这里 该讲的也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键 一键三连 别忘了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极客1 咱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